这个车子不能跳 这样 放开我 冷静一点 你放开我 再静止一下 这样 你放我车子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再不开门 我 我就拿钥匙自己开了 你俩干什么呢 赶紧出来 还检票呢 你干什么呢 你没事别乱看了 这 这是厕所 你要着急上 可 何必出去 里 里边呢 那个 我可在门口等你们啊 你们赶紧出来啊 我得检票 别睡了 别睡了 先冷静一下 熹 好点没啊 我 我跟你说话 你好点没 我好点没 你觉得我好点没 我 我现在幸好吗 我 我关心你啊 你打我干嘛 你关心我 你这就要关心我 我以为你对我这么好事干嘛 晚上还给我做面吃 就是为了给我下面要绑上火车 帮我卖掉是吧 我又不是人贩子 我卖你干嘛 谁 谁知道你是不是人贩子 你连杜寻宇的身份都是假的 万一你是 我 我是什么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 那个 我们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总能早回去吧 你闭嘴 别说话 不是 你 你这高跟鞋也不行 真不行 背你回去 要不早换换衣服也行 你别说话了 行不行你 老爷 辛苦了吧 还好 应付得来 老爷这次没带什么人回来 你希望我带什么人回来吗 没人就好 盈盈呢 我哪里知道呀 人都没见着 人都没见着 你是怎么做大太太的 赶紧派人把她给我找回来 行了行了 是我的疏忽 我们先吃饭 吃完就找 走 老爷 这是我让小翠特地给你熬的汤 尝尝 真咸啊 这什么做的 山药排骨汤老爷 味道真不错啊 玄宇呢 让他也来喝一碗 你那个宝贝儿子 这么多想法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这孩子 什么汤呀 这么香 正说你呢 爹 你回来了 你不跟我说一声 我去接你了 我也是刚到啊 你去哪儿了 我 我今天 嗯 去料理一下老吴的后 老吴 他怎么了 这个老吴啊 可能是糊涂了吧 那天打雷下雨 非要跑出去 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贝雷劈死 贝雷劈死了 是的呀 比它对 绝罗 文 文 读 士 谁 老爷 是我 老爷 我可以进来吗 兴魂闹听委屈你了 那天真的是十万火急 这应该就是他的秘识 东西应该在里面 老爷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回来都没看到你 你去哪儿了 老爷不在家 我无聊得很 就自己去看了一场电影 我听说您回来了 我就赶紧回来看看 我还有一点事情要骂 等一会儿 去你房间找你 跟我来一下 你干嘛 我干什么 我想问你呢 你让杜青窗去你房间做什么 不是我要他来我房间 是他自己要来我房间的 他要去你房间 你阻止他呀 我是他二姨太 我有什么理由阻止他 你平时这么聪明 你随便想个办法 不就阻止他了 换你是不是 等一下 我没说完 其实我是你的 什么 我是你的 我 我 不是 您察觉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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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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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爷什么时候来的 看来一会儿 颜颜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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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盈盈啊 还没睡啊 老爷 老爷说要来见我 我自然是得等着的 怎么样 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日子久了 总会习惯的 盈盈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我工作忙 应该要给你一个像样的婚礼 委屈你了 怎么会委屈呢 好 oh yeah 其实 我来 这是担子大的 想再走告诉我 你呀 老爷怎么了 其实 我想说 我的女性也不小了 所以呢 老爷老爷 老爷不好了 怎么了 太太伤涂下线 快不行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饭后太太就觉得不舒服 我去看一下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我也不知道 晚饭后太太就不舒服 来来回回已经吐了两个小时 再吐下去恐怕 好 我知道了 等我一下 音音啊 晚饭有点不舒服 我去看一下 帮我带声好 老爷慢走 聊天 喝 你 under 你白天把筆拉我这儿了 进 还没开始吧 他动你了吗 你该不会是以为 我要用美人机杀了他吧 你该不会是以为 你该不会是以为 我要用美人机杀了他吧 就算你今天真杀了他 你不可能活着走出去 我的目标不是杀了他 我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你也知道是在冒险啊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今天不给秦婉姨下药 会发生什么 下药 你上一次是不是怀疑 我在饭菜里面下药 这种事只有你做得出来 下的又不是毒药 是歇药 你要是下毒药 我还能夸你很辣 下歇药算什么 卧槽 我就把歇药的计量 不是 现在是谈歇药 卧不卧槽的时候吗 以后行动的时候 能不能跟我商量商量 你把我明运送上火车的时候 你跟我商量了吗 是 这个 rankings 嗯 呢 老爷怎么了 我想说 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呀 我小的时候流浪过一阵 所以必须要学一些 偷鸡摸狗的事情 才能活下去 对不起啊 我不敢说这些 收起你那可怜的目光 我再信你一次 想办法帮我把钥匙还回去 好 那个 怎么了 你还有问题想问 像今天杜景窗这种 不得不离开的情形 不可能一直出现 你今后怎么应付它 你真的愿意 愿意什么 就 愿意用身体 来到自己的目的 你知道杜景窗为什么这么宝贝 你这个唯一的儿子吗 今天就算 你没有给秦婉易下药 他依然会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的 你的意思是 他 那就行 可万一有一天他又醒了怎么办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么无聊的问题 好的好的 这男人嘛你不懂 他有时候他 走 原来我担心本天白胆心 那亲一下也不太好吧 出去 岳州仓库出事 梁无敬让我给他一个交代 凭什么唐城这条线 也要向他汇报 唐城是我杜景窗的地盘 如果真由梁先生所说 咱们这边有奸细的话 会不会就是那么旺旗 他人呢 还在找 想想那天在火车上 还有什么输落 有件事 不知道该不该说 那天在洗手间 有一对男女在苟且 男的背影上少年 女的相 谁 相 二姨太 当时我也没有看清 可能就是一对在 以后这种没头没脑的话 不要在我面前胡说 是 爹 爹 小心啊 我先扶您坐 来 爹最近 感觉很疲惫的样子 有什么事 是我可以帮着分忧的吗 江姨娘进门以后 万一多少都闹点情绪 我也是经常被叫得头疼 你也帮爹想想法子 看看怎么平衡下 他们俩的关系 对了 明天公司有一个酒会 我想带江姨娘和万一一起过去 你觉得怎么样 爹觉得行就行 大太太 你这个恶心的小贱人 你还敢瞪我 大太太不如把话说清楚 你敢在我烫里下药 别以为老爷宠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你真以为 你可以代替我去公司卷会吗 你什么态度啊 你说话 我对大太太没有第一 也没有要抢老爷的意思 不过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这一巴掌 我收了 你 你在可怜我 你还要抢老爷的名字 想要讨好他 你怎么走了呀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小贱人 闯祸了 江姨太 那个药 不是你下的就行了 怎么 你手怎么样了 怎么流这么多血啊 没事 流这么多血还没事 我用红磨水下下他 要不然他太难成了 那就好 等一下 你刚刚 在关心我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 杜老爷 别生气 车站和码头 我们都大力搜查过了 曾宝奇 他逃不出唐城 我们 再想想别的办法 车站码头每天来来往往 那么多人 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不该出现的人出现吗 老爷 您又是这么一说 有个人 不知道算不算在里面 什么人 杜少爷和一个女人 徐宇和一个女人 对 什么女人 一个昏迷的女人 挺瘦的 挺年轻 样子我没仔细看 就在火车站 您回来那一天 你这个 小翠 我是不是太用力 把你弄疼了 太太 您没打过人 要练习的话就认真练 要是二姨太进来了 欺负你可怎么办 没事 您尽管打 我脸皮厚 受得住 你这脸也是肉 我下不了手嘛 要不这样 你把那个衣架给我拿过来 我还是拿那个脸手吧 你这个恶行的小贱人 太太 骂人声音 要大一点才有气势 你这个恶心的小贱人 大一些 大一些 你这个恶心的小贱人 杜老板 听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杜老板 你好你好 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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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你好 杜老板 你好 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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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精神可好啊 这位就是 长星商贸的周老板 周老板好 这江仪太 杜老板真有眼光啊 杜老板是真有福气啊 哪里哪里 杜老板 我先施肥一下 好 老爷 嗯 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好 杜老爷 好久没见你来我这儿了 哎 今天杜太太也在啊 嗯 怎么没见到练公子和莺莺呀 好 我先适配一下 啊 好 你把龙汇笋还给我 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你还给我 这么好的机会 我是不会放弃 你知不知道 陆青春不会没有封备的 我说了 你还给我 你先过来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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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习惯了 怎么干什么呢 一定是 你知道吗 我不吃 你 大 我担心 我担心 你 我担心 看看 这么严重啊 我现在浑身都不太舒服 我能先回去吗 好 那你先回去 罗妹说 送下江一探 好 不用送我了 试试一下 慢慢喝 老爷 坐下来陪我喝一杯吧 好 来 老爷 您都多久没有带我出来了 哎呀 最近公司业务忙 我也没时间参加这些酒会 可不是吗 哎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跟寻语 还有江一探 关系出得怎么样啊 他们 他们不会跟我装 他们俩 经常 经常什么 经常 经常一唱一喝的呀 我觉得 他们俩肯定是一对 一对 一对什么 一对好朋友 毕竟他们年龄相仿 肯定有共同语言嘛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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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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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槍给我 把槍给我 俩 怎么了 机长 没什么 做了可不可以 羅秘書 你說那天 在護車上的衛生間裡面 那一男一女 是雪羽和腳一探 嗯 這個門你不能打開 你幹嘛你放手 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 你放開我 羅秘書 你放開我 不是說好我做的嗎 為什麼自己行動 我有必須要找到的東西 很重要 你別看住我 你是真不了解他 他在書房門口做了記號 如果你進去 記號就會被破壞 最可疑的就是 搬了回來的你 既然你知道 他門上有記號 那我出來以後 你再幫我做好 行不行 今天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跟了他一年 他今天那眼神不對 所以你信我 給 這是什麼 是過敏的藥 你這些紅症如果不好的話 會蔓延到全身 我不見人了 你不見人了 請問了 以後出門獨喘一下 我走了 我一個人 愛你 你是不是 我看你 能不能說 你不見人 又再告一句 我 你不會嗎 會被你 原來 共緊縣 你說 如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怎么会有这张装品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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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